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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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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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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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共同的合作下完成的一个4K精修版本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中国电影资料馆来做这次修复团队的负责的人之一 也是国家一级导演黎涛先生 尤其黎涛导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修复项目的简单 待会儿呢我们还会请高导来给大家分享这部影片的一些创作最后的故事 我请很简单观点一下请李永远来 简单讲一下这个叫做AI公轻 CK消费所 你们也认识一下 谢谢高导 很高兴来到香港和大家共同观看高导的这部色彩片 这个部片子呢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和抖音火山引擎共同用AI技术和人工智能一起进行修复的 中国电影资料馆呢是1958年成立的 在这么多年呢一直做电影修复 在胶片年代我们做的是胶片老的胶片修复 到了2006年开始我们进入了数码修复 进行了数字修复 这部影片呢是高导的影片同事物业做了4K的效果 在此呢希望各位观众能在今天重温三十多年前的贺罪影片 而且这部影片高导在修复过程中来到了我们资料馆进行了和我们修复 共同交流我们的修复团队呢和高导一起在线浪当年的里面 好那就把时间交易 是的 我简单的广东话 要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刚才网者所说的就是三十几年前 这部是三十七年前吧 当时我们拍了一条贾网 虽然是那些贾网 原影上的贾网 但是现在呢已经是用数码数字化数码化 是高清AI用人工资料 加上是我们工作人员 一起将它呢是用高清是4K去到4K去全部复收了 那这个呢这个另外一个画面是更加美的 比起这个用胶卷用菲林的时候 是会更加美的 你会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版本 还有这个呢 就会因为那个菲林教了 这部片就变成残片 从不会变成残片了 就没有变成残片 就没有残片的概念了 所有的这些都是美的都少的 最美的都记不下来了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板 谢谢各位老板 实际上在中电画网的修复过程当中 我们慢慢地掌握了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刚才的办法 AI这样一个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办法 它要突然地学习 它学习什么呢 学习艺术家的电影的观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导演 请到修复工作室里面去 再次拿起导演筒 再次导演筒 来告诉AI说 你应该怎么修 可能AI不够聪明 但是有了艺术家 有了修复的工作室 这些新的理念 我们这次修复的影片 正在逐渐地重回到大一幕上 在越南的这个计划当中 会有一百部港片陆续完成 有章会在大一幕上和大家接片 有章将在网络上和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关注这些影片 来帮助我们的中国香港的电影 在线他们的辉煌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时间交给高达 和他分享一下这部影片 当年是多么的富贵美成 好多谢大家 刚才港姐提到一个AI 人工事录 就是说 坐在这里收负电影 就是它是一部机器 好像机械人 但它会越来越聪明 那它会跟我们去 跟着我们的艺术方向 它会慢慢整理和你 那么我刚刚说了 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 我都很大感动 因为这个我拍的时候 是一个八七年的学生片 三十七年前 我在这里说这部影片 三十七年后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这部 三十七年前的 三十七年以来 都有很多歌迷歌手的时候 特别是六十七年 我都经常听到的士司机 我说 我昨晚才一二次看这个富贵的人 他都很感谢大家 很错爱 他一直给这部影片很大的鼓励 我拍的时候是二十六岁 我二十六岁 我二十六岁 你再问 这部电影呢 是讲贫与富的 这部电影如果讲主题 是 你想想三十七年前的社会 对于贫与富的概念 和今天 大家看看会看什么不同 我本身在拍这部电影 因为我本身在平石村长大 我是平石村的 有没有邻居啊 我还是河石厚的 在平石村大 是以小鸣时代 去到青年时代 都是国家鸣村 其形村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印象 我的生活感觉就是 家庭律师認識人 我们造成二十二十楼 他计算到二十楼 家家计算 最看不起的是 拿到制补去 现在拿到梦去基因基努 以前谁给抗制补去呢 這個人 立即是不去後堂 有沒有那麼多說 以前的朋友 哇 沒太多好 沒太多勁 現在的朋友做得好 鄰居之間是業績不得自從 很多比較 這間有個組合位 不需要幾個月 隔壁家家家都有個組合位 這間會不採識年次 哇 不需要半年 家家都有一百年次會採識年次 比較 這就是那個年代 現在的廚家家是不明白的 你也不知道的 幾十年都不喜歡廚家家 但是以前就不是 很重視比較 這個戲劇感是在於 當你很窮的時候 你要扮到自己很風光 然後你希望做到六合彩 但是當你一做到六合彩 第一件事是什麼 扮窮沒有錯 中間六合彩 最重要的是你扮窮 被人借錢 又被什麼網票 這個是最好笑的 我把這個戲就是想說什麼 我看過之前的議員公司 新界城議員公司 講了三次 麥加石和王八明 他們就不開了 他說這個叫 你現在公眾議員上排 這個叫爛生氣 什麼爛生氣 屋邨 住屋邨 那些就是來看電影 他們是住屋邨的 看電影就是看住屋邨的 那什麼好看的 應該要拍靚生氣 林青夏林紙場 什麼 我可以來香港的這個靚生氣 所以在新界城我提出了三次 新界城議員公司都不開了回憶 後來就有個老闆叫 潘迪生 迪森 潘迪生 和他想請我去得到電影公司客 那看到他和他吃了一頓意大利菜 吃了一碟意粉 他說當然你馬上 就馬上 吃了一碟意粉就拍了 就同意我回來 對於當時就是廢民合電波 那這部電影 本線拍的時候 就是過年的第二檔 第一檔 德普電影公司 是打算打一套叫做中華天龍 動作鏈 這些隔離演示的幾條演示 都是四條演示 三條都已經是動作鏈 一部是徐小明的 一部是成龍的 一部是韋思維傳奇 加上中華天龍 那一年就好笑了 四部動作鏈打一堆 所以潘迪生就想一下不對勁 就問他 你會拍著多少 我可以提早去第一檔 第二檔 賀水第二檔 問我可不可以第一檔 所以那時候 我最後尾那個ending 我們少了兩個禮拜拍 今天你們看這部電影 最後沒有計過十分鐘 我少了兩個禮拜拍 但當然是看得出來的 結果這部電影在當年的賀水片 很好收得 那期我們收了2800萬 但1987年的2800萬 我想這部電影 大概兩十月 當然是過了 那這個奇跡 就不是 很關鍵的 就不是我 這個奇跡的關鍵 是潘迪生先生 那這部電影 很難問我 為何會找董廟審建夏 來做男女主角 那我和大家分享 其實呢 我沒有想到 那麽大明星 當時的公司 甚至是 建議我找 也有空做 肥子的角色 但我覺得不對 因為呢 這兩個人物 我們叫做 是屋邨的 某程度上 那些小人物 Ci 是吧 董廟 有 有 就是 沒有官方 又要死衝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時候她說話呢 其實呢 就很不直抗憑 就變成 最好死的老婆 她說 心裡想這件事 發動 想這件事 但當然我不醒了 那老婆也是你最好的 就是那隻 小男人 那肥子呢 就難倒 打麻將 買個合彩 接著就打老公 打老公 然後 那之後 這種行為呢 我們叫做 小人物行為 如果我真的 找一個很嚴肅的 譬如有意 死亡 你去 不能看的 不能看的 我就找到 當時電視最入屋 那兩個 開心婆 她打老公 你都會笑的 她嚇到 你都會笑的 她找一個 動標 就是平馬 港馬 都說 很貴的 這些就是 最入屋 最深入民心 就算她們做些行為 是有些圈圈的 有些中間 所以中間 複色地大一點 你都會笑她 那我就 之所以 那兩位 當時 就找她 找她們做的 一天 那她們 當時第一集 兩個二集 拍了幾十年後 加上都不夠五十萬 第一集 但由於她太慢了 拍第二集 她再逼人 每人一百萬 哇 就是暴暴升 那為什麼要找陳奕思 李麗珍和關具人做 那三個女兒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買三個知道 有Extra Large 超大 我就是肥肥 大馬 就是陳奕思 Lars Size 然後李麗珍 就是Medium Size 就是中馬 然後做關具人 就是細馬 那麽往後空裏面 那四個女人呢 就是他們買三個 超大 大 中細馬 我是這樣都會選議員的 其實做大女兒 我可以選 彥彤 彥彤就是大馬 就是 事免都不太大 然後李麗珍和其他 當時一起去北部 就是有 阿朗美明 我可以選 王美明 但是李麗珍是中馬 所以大家有個畫面 你會見到 剛好無論 四個女人一齊出現的時候 就是超大 大中細 這樣去選演員 當時選演員的方法非常特別 我最後想跟大家分享幾個細節 這幾個細節 大家看的時候 我現在就說了 劇口也不怕了 可能大家也看過 大家也看過 看過 看過 今天看過一樣 去任 我小時候讀中學的時候 我很討厭他人 尤其是我家裡的親戚 我住在平石村 我家裡的親戚 全都滿了他 我家裡有他的對白 我說不知什麼 姨媽還是姑媽 還是什麼 姨姑媽 就在飲宴裡 跟我媽媽說 哎呀 六少奶 我爸爸大了 哎呀 六少奶 哎呀 你這件旗帽 真是漂亮 哇 色水又漂亮 木料又漂亮 人工有做得好 難怪每次去演戲都穿這件 我記住今天 我將他的對白拍了下來 還有一個就是 高空集物 現在我們高空集物很厲害 就直接是 什麼食食店 都扔下去 很多人很喜歡扔下去 不過拍的時候 就想著 訂了五筋和高花 就想著在樓上扔下來 怎知出發的時候 當他的報紙就說 有人扔到雪櫃下樓 哇 哇 這樣都扔到雪櫃下樓 立即被我夾霧 令他馬上找到 二手市場買家賣雪櫃 就扔雪櫃 那招才改的 他現在做厲害了 做食食店 連看都照訂 還有最後一個跟大家說的 就是地鐵 我記得這部戲拍完了之後 地鐵公司就派了兩個職員 上來報告石櫃公司 就說打算給我報票 訪問我搜索證據 他說你們偷拍 我不是偷拍 他還不是偷拍 整個地鐵這麼多地鐵 你一定偷偷地在地鐵站裏拍 我說有空鏡頭 不見演員 你當你的新聞鏡 是有 但我有演員 那些全都是白鏡拍的 沒可能 他說沒可能 應該搭個地鐵 月台出來拍 真是 現在你所見的地鐵 見到演員的月台 還有你會見到車廂裏面 整個車廂是當時的 是當時搭的 不是當時的 那些人不信 我說不信 我給劇照簿給你看 都是不信 現在打開看外的 你真的搭個月台 搭個車廂來拍 真的搭出來 他們說我可以拿你的相簿回 我不行 相簿你拿不走 我還有相機 有兩段容織飛行 你拍下 那兩個職員就拍下劇照簿 然後快樂譜都哭了 那這個都是當時一個 作為一個動演很難忘的一些記憶 那今天導演分享來到這裡 才哭不錯大家看電影 但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大家今天看完了 我本想因為4點合入時 我就不陪大家看到你 希望你今天想上整部戲 如果在你的平台 社交平台剛才拍照的 都會說什麼的 多多寫下你的意見 總會回到我那裡 那我這部戲對我來說 拍得很深 我很懷念 董彪和森田行為 非常之懷念他們 他們是 如果說這部電影 你們看的時候 每一個鏡頭都拍得好 真的 每一個鏡頭都拍得好 我希望大家今天享受這部戲 也都希望大家 有個愉快的下午 如果有個好的 幫人寫寫你們的感受 反映一下你們今天的看法 和意見 多謝 好 謝謝高導的觀眾 請各位高導的觀眾 請各位高導的觀眾 謝謝 好 我要老實承認 當年我是看副影片的時候 先是看了故障版 那時候是已經有故語配音 後來又買到了這個影片的VCD 再後來有了DVD 我現在有了這樣一個修復版本之後 如果未來再出像 Blu-ray這樣的DVD的時候 就可以有高導的評論音軌 但是我必須遺憾地承認 我還是聽不懂粵語太多 所以我待會還要看字幕 跟高導跟他講的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曾提到過 拍完這個影片之後 高導就不再住屋村了 他畫了大房 所以這部富貴逼云真是很富貴 不是 我從平石村搬到長和園 差不多到屋村 這麼大的 對 剛剛真的不是他來講 好 希望有機會的話 高導有 如果有時間到內地區和內地區 跟陸鵬一起畫眠來看 富貴逼云 再逼云這三部曲的時候 高導我們到現場 好 好不好 那麼 那麼 借民進香港政府 祝福大家的話 歡迎雲泛 恭喜發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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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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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